每到夏天,我们家就把花椒泡在白醋里 大家一定想不到它的作用竟然这么神奇 简单又实用,解决了不少家庭的烦恼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圈森林求关注 花椒是我们厨房中最常见的一种调味品 气味刺激并独特 白醋更是在普通不过的调味品了 那么,把白醋和花椒搭配在一起 会有什么神奇的效果呢 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准备一个无水无油 放进了祖传小碗 放入一小把的干花椒 然后我们把白醋倒进来 白醋的用量不需要过多 没过花椒即可 再用筷子把它们充分地搅拌均匀了 盖上保鲜膜,给它密封起来 浸泡上半小时以上 使二者充分地融合 让花椒更好地挥发出气味 泡好之后,我们用牙签搓上几个小洞 这样我们的粗化花椒就做好了 那么它究竟有什么妙用呢? 夏天天气越热,蚊虫越来越多 而我们常用的蚊香、趋蚊剂 都含有对身体有害的成分 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 长时间使用对身体特别的不好 而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在床头、飘窗、窗户上 房间的各个角落放上一碗花椒水 我们就可以安心地睡一个好觉 它的第二种要用就是放在厨房 或者是卫生间的下水道旁 可以有效地去除蚊蚊 还有各种异味 第三种用处就是给它放在冰箱里 它可以去除冰箱的异味 防止食物间互相篡位 同时可以增加食物的保鲜度 最后一种用法就是如果家里刚装修 室内会有非常多的甲醛 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屋子里各个角落 放上一些花椒水 对消除异味和去除甲醛 非常地有帮助 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试试哦 我们下期见